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不如等我们在网上再公布吧 好啊 好啊 我们对观众留意一下 因为我怕一件事 我怕什么呢 突然间有些关于疫情的问题是很爆炸性的 我们免得错过了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休息一下 好啊 好啊 假设休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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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 已经出来了 辞职责来的问题 就是打得多少 在以色列那里呢 我们上周已经很强烈了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那你现在最新的观察 你觉得以色列的那个进度是怎么样 到这一刻为止 应该节目出现这一刻为止 应该十个以色列人里面 就有差不多六个是打了的了 打得非常快 那结论也都一样 我们先前都说 就是说 以色列的疫情有参考价值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真是 那个sample很大 他们说的是几百万人都已经打了 现在而且年龄组别是跨得很阔的 他们是说的连八十多岁的人都有打的 那现在去到这一刻为止 应该就是 如果以色列人 六十岁以上的组别 是超过九成的人打了的了 就是他们已经相信是保护了最高危的群组 现在是一路数下去 就是五十多岁和四十多五十岁的人 就继续去打下去 但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继续去看以色列那边的消息 就是它那个感染的人数 没有说跌得很快 那大家就会说 那打了继续会感染 那这个是正常的 其实你就算其他的病 你一样是可以打了会感染 但是打了感染了 你会不会发病 或者发病发得很严重呢 就是另一回事的 就是你甚至乎一样可以带菌 甚至乎一样可以传染给其他人 但是那个带菌能力 就比起你没有打疫苗 就会低了很多 所以就会安全很多 所以都是要打 而且打了的话 尤其是你是高危年龄群组那些 就那个的严重重症发病率 是会低很多很多 所以就很有价值的 如果是打的话 所以看到暂时以色列的数字 也是很有趣的 不要就是纯粹看他的感染数字 就继续 就好像继续升高 他甚至乎死亡数字 都还没有减速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有些继续住 就是先前感染下来 继续住在医院那些人 那在没有疫苗的时候 他已经中招 一路吊着一条命那些 那些 那其实现在一路都还在 还有也都是在 就是比较前期的时候 可能只是打了一针 就可能刚打完 不久就已经中了一针 那于是乎那个疫苗 未发挥了作用那些 那这个效应 就是要等时间都慢慢出来 但是起码就是说 那个现在看到的重症率 就突然之间跌了很多 那这个是可靠的 那相信在三四个礼拜 甚至乎我们 中国农历新年过了之后 那那个应该的正面信息 就会再明显些 甚至乎有机会 就不止在以色列 因为现在来着 排在第二多人打的国家 就是阿联酉 UAE 他们是说三成多的人打了 三分一的人打了 那排第三 那就已经是 就是已经在数到英国这些国家了 说的是12-13%的人打了 美国也都追过了巴林在这一刻 那就应该是说 接近10%的人打了 美国的上升速度是很快的 以一个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就打得非常之快了 但是当然其他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这个数字就上得 就好像有遇到一些瓶颈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个我就没有再深究了 这个就更加和他那个 就是疫苗生产的过程有关 嗯 那我们都是回到一个老问题 就是以色列这个经验 是否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去推算 在第二季和第三季的那个疫情的状况呢 那我都相信挺有指标性的 因为他就完全是 完全是用著 Fizzer那种疫苗 来去做 就是打这种疫苗的 那他当然是对于Fizzer这种疫苗 是有个保证的 还有相对如果其他都是 就是有效程度相近的疫苗 比如莫德纳 和我们一会儿会详细介绍的 Novavax 这种疫苗 甚至乎都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你有九成的有效率 那它大约应该就出到 以色列那种结果了 如果有效率是低一点的 比如牛津 Oxford Extra那种 没有那么稳定的 或者可能是中国大陆那种 或者是国药集团 70%左右有效率的 甚至乎一些可能再低一点 去到科兴那些 可能是50-70%那些 那你就预期它 要是再接种 那个覆蓋率更加高的时候 才会出现到 就是比较安全一点的情况 那现在都 我相信 去到这个阶段 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 要打两劑那些好些 还是一针过的好些呢 那这里就 这里其实要首先介绍一样东西的 我们在11月的时候 连续三个礼拜一 就是在说 Fizer Moderna 接着到Oxford Extra 在那里出结果的 那我们那天就贴了 那未来呢 第四个会有料到的 就可能要等久一点了 可能我们预计是去到2021年的 3月4月才有结果的 那那一只呢 为什么要留意呢 就是因为是Novavax 这一只 可以声称打一针就可以的 它也都用一个 那个呢 是不同其他技术的一种新技术 那所以就 而且它的重要性就是 它是一针 那所以呢 如果它出了 那结果是好的话呢 就是那个完全将帮群众建立免疫力 那个的效能 就是那个的时间 就在说 由全期的可能是六个礼拜 甚至八个礼拜 就大大缩短到可能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就搞定 那就是说 你打人一针 你要约别人再回来打 你可能又没有时间 又忘了打的情况就没有了 但是也都可以获得有 如果我们回到上下的免疫能力呢 那我们很期待 有些是一针过的疫苗就出现了 那讲到这里呢 其实就是刚刚这个礼拜呢 我们一定要讲了 就是无论Johnson & Johnson 就是大家都家里都经常有 就是可能有小孩子 多数用它牌子的东西的 出洗头水啊 出爽生粉啊 那些Johnson & Johnson 那麽他就出了一个疫苗呢 就公布呢 就是一针的 然后呢 但是他就说呢 是只有66至85%左右的有效率而已 但是也不是太差了 就是你说的 因为一针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你可能想象就是说 如果他 我们打完一针 这个再補一下第二针 第二个会不会有效一些呢 那就是不奇怪的 但是当然我这里是随口说的 那出了这个Johnson & Johnson的结果的时候呢 而在刚刚我们节目录影之前的一两天呢 就有另外一个 又是打了一针的疫苗呢 就出了结果 就是Novavax 我们先报了很久的了 那其实我就要补充一句就是 其实这个疫苗呢 是继续有新的版本出来的 就是新的牌子 新的有效疫苗继续录出的 不过就是我们已经累积到 可能有6、7只得的时候 就我们的心会比较定一些 但是其实你如果再数下去呢 就算连香港大学都有研究自己新的疫苗 不过差在就是因为它起步迟 也都大家没有放什么希望下去 但是有些在很早期去年 3月已经开始宣布开发 甚至乎已经试那些疫苗呢 基本上陆陆陆陆陆在第一批市 进行了三个阶段研究的东西 其实都在这个时候 都陆陆陆陆陆陆陆出了结果的了 那我们甚至乎上个星期有说过的 Merc这间这么大的药厂 它直接宣布自己的疫苗是失败了的了 另外那些人先搶的 无论是国药科兴想先做第一批的那些 它能不能搶到一回事 但是结果都出的了 有高有低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 所谓第一批最先锋开发 抢先的那些疫苗的结果 就陆陆陆陆陆陆出了 那接着来剩下的那些呢 就是其他比较起步慢的那些 而去到这个星期 去到Johnson & Johnson和Novafax出出 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所有用到新技术 而第一批抢先想去开发研究疫苗的结果 都出了 那Novafax和香港 那我们更加有关的就是 香港政府有给钱下定的 所以我估计它很快 都会是Approve 直接要货 那到时如果有一打 那这个也是好的 因为它是一针 这样就搞定 所以由于出了这一针 一针过的疫苗 Johnson & Johnson的结果差点 66%至85% 但是Novafax的结果 理想很多 就是接近九成的成功率 的有效率的 所以呢 就是福布斯这些财经集中 他特意出了一篇文 就说就是 就是除了分析它的股价 就突然升得很紧要 由百多升到三百多了 就是美元 那另外就是说呢 它对于整个撲灭疫情 有一个加强的作用 因为它都是那句 因为它一针搞定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 它这个是一个 比较新的制造型 没有方法 那新是哪里呢 那这里又要可能不花一长时间 就是如果台长讲了太长 要第二节讲 那你就咬一咬我了 那 那 又记得 Pfizer Moderna 用了一套是MRNA技术 那然后Oxford Extra 它是用一些叫做 线病毒载体的一种技术 那 Pfizer那些简单的就是 我用那些MRNA 我抽取适当的MRNA 它就可以刺激到我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就自己产生一些肺炎病毒的外壳的特征 再有了那些东西之后 它再刺激我身体 产生了免疫力 这样 我们是不需要用到整个完整的病毒的 我们需要用一些病毒外壳特征的 一些碎片 或者一些可能是原先活体的病毒 但是我淹了它 变成一些叫做灭活的病毒 有了这个病毒的外形 它就帮 它那种蛋白质的外形 就刺激我身体 来去产生抗体 那这个就是那个免疫力 就是我疫苗的原理 那所以传统的技术就是 找一种病毒回来淹了它 灭活 而且中国大陆它就有用到这个技术 也都相信研发是成功了的 那国药它用这类这样的技术来去做 那好了 那技术就是日生月异的 那MRNA就可以说是一种叫做 就是非常 就是诺贝尔掌级素的一种技术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一种新技术 那我们又没有其他的技术 去叫做帮我们去生产这些病毒的外壳 尤其是我们可以叫做 spike protein 特觸蛋白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生产到那个砖 是可以叫我们身体 产生适当抗体的那一部分的病毒外壳 是这样的意思 那方法不止一个的 那好了 有个方法就很有趣的 我会打个比喻 它就好像一种叫做 耕种的方法 耕田的方法 那它就是 又是需要用到RNA技术 但是它就不是直接去打进我们的身体 而是它去打进去一些昆虫的细胞 那里 就由那个昆虫细胞 帮我们去 叫做 就不是产生病例 是产生这一堆这样的病毒碎片 就是生产病毒碎片 那个责任就不是由我们自己的身体 它就不需要骑劫我们自己的身体细胞 来产生病毒碎片 它就拿一些昆虫细胞去做 那些昆虫细胞 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病毒碎片之后 我们就将它採集了下来 採集的技术是怎样的 我真的完全不清楚 但是那个情况就是 有点像你耕田去收割了它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试过当年去参加那些层压式推销去种菌 种菌 本来就收割了它 收割了它之后 就用一个纳米的平台 纳米的一个支架 来去採集了它 去黏了一粒 那黏了一粒就像什么呢 它就好像一个病毒那样 但是它就没有病毒本身的 完整的遗传基因资讯 它就只不过是 有了一个病毒外酷特粥蛋白的一堆东西 就黏了好像一棵圣诞树那样的东西 OK 是的 它就乔装 乔装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病毒那样的东西 但是它就完全没有里面的繁殖能力 完全没有里面的那个遗传基因在那里 就那些东西 就将它浓缩收集很多 就变成我们的疫苗 这堆东西 它有着和病毒外酷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基本上是人工耕种採集出来的 整出来的一只人工病毒 就是人有着和同一个病毒外酷 就是那些和病毒外酷有同一特征的那一粒 那一粒的人工体 我不可以说是人工病毒 它连病毒都不算 就是那粒这样的东西 就拿那粒东西去刺激我们的身体免疫力 就是这个意思 它绝对不会致病的 它只有那些突触蛋白 但是这些突触蛋白就是 我们已经预先和你採集好了 就是其实你可以想象的 就是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就是跳开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不需要担心 人人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 会不会你的身体 是需要多些的MRNAC 才产生到多些的突触蛋白呢? 现在我不需要你了 我帮你生产了 帮你黏得漂亮 再次打去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身体免疫力就打它 产生免疫力就是这样的过程 相信也是因为这种过程 令到我们有更加有好的把握 就是说我们收集得多 做得多的时候 一针就搞定 就基本上一次过 就打大量这些突触蛋白下去 就刺激你身体的免疫力 应该就照计打得越多 你的身体免疫反应越大 所以我们就索性打多些 就一次过就产生足够的免疫力了 那意思大致是这样 如果有在这个行内专家 他真的都帮忙去止症一下 这个就初步地去介绍了 他那个 Lovavax和Johnson & Johnson 这些一针过疫苗的原理 这个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相信都 准不准觉得好 大家都应该明白后面的意义 下一次回来 可能也要问其他问题 就是举例 比如说 现在在南非或其他地方 为何遇到这个情况 似乎比在这些国家是恶劣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下一次再回来